武康路的113号是著名作家巴金的家 在这里巴金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这座低调的花园住宅 曾经录渡过众多中外作家以及各界的人 在这里见证了一代文学巨匠后半生的生命历程 和20世纪下半期中国文学的纷纷无语 并流传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不同时期的记忆 2011年12月初巴金雇居标客了他神秘的面上 向公众敞开了大马 一向静谧的武康路变得热闹起 四面八方的人们争相涌来朝圣文学巨匠的家 这里最早的房主是英国人毛特保林海 后来也曾经作为苏联驻乎领事馆的商务代表处 1955年经过陈医师长的特批给了巴金 当年9月巴金一家就迁入此 并且在此处积住了长达半个世纪 自从1923年春天来到上海 巴金在上海数次迁居 这里是大半生漂泊生涯的巴金 最幸福安稳的家 在这里巴金写下了小说《团圆》 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英雄而语》 《散文集清土不尽的感情》 《赞格集》 翻译了《往事与谁想》的文学名作 并誉为讲真话的大叔的《隋想录》也完成一次 从铁门进入便是一个院子 一侧便是主楼 面下院子的是主楼的北 当年八老都是在这里迎送客人 跨上两极台阶进入一扇宫 便是门厅 门厅正前方的墙上挂着一副 巴金生前最爱的肖像 从门厅右转进去的一个小房间 文革前曾经是巴金家的餐厅 现在也按照文革前的样子恢复了 右手边就是客厅 穿过客厅的就是巴老在晚年作品中经常提到的太阳间 所谓的太阳间 其实就是一个面下花园草坪的开放式长廊 1982年 巴金在楼上书房写作时不慎摔倒骨 住院期间家人就把这个长廊加上了玻璃门窗封了起来 这里阳光充足 巴老高兴的时候把它称为太阳间 从此行动不变的巴老便经常在太阳间里上思考和写作 天气温暖阳光充足的时候 巴老们就会趴在太阳间南窗下 列上铺上了白桌布的小粉刃机场写作 随赏路的后两句就是在这艰难的一笔一笔写咎的 加拉保